好是從全球金融市場都擔心聯準會3月份就升息 不過現在看起來 美國內部對於怎麼處理通膨的政策 確實有了相當多雜音跟意見 沒錯 事實上這一波的通膨 為什麼會從何而來呢 主要原因是在於說 因為2020年的疫情爆發之後 聯準會快速的降息之後 同時大量的購債 所以如果你從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來看的話 從當初聯準會的總資產大概3.8兆美金 到目前為止已經大概買了4兆多美金 也就是說它的資產膨脹率膨脹了4兆 就一倍以上 那當然那麼多錢 那加上說這幾年的調整之後 當然會引來這個通膨 那聯準會另外關注的一個焦點 是所謂的就業 因為聯準會最重要的兩個事情 就是我要把通膨控制好 同時又要保障充分就業 那就目前的情形來說 因為上禮拜五公佈了這個上個月的這個飛農 這個上個月的這個就業報告 包括說像飛農的這個就業人口 就業人口增加19.9萬 比預期的還要少 預期是40萬 但是只有19.9萬 不過重點在於失業率 因為美國上個月的失業率是3.9 原本的預期是4.1 也就是說失業率比預期的更好 那當然了 這就會給聯準會有充分的條件 他認為說失業可以控制得住 那我當然會focus到通膨這一邊 特別是說他們裡面的這個 週新的這個成長率 甚至是這個公時的這個成長率 其實都比預期要好 甚至是連這個 平均每小時的這個薪資的月增率 都比較好 所以告訴你說 失業率在下降薪資在上升 顯然這個就業市場 正在好轉之中 所以呢 為什麼上禮拜我這個數據公布出來 美股會跌 美股會跌的原因就是在於說 大家可能認為說糟糕 接下來聯準會就是可能會升息 那至於說升息的時間點是什麼 最快當然是 大家認為到3月 可是除了升息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是縮表 縮表就是把它過去呢 放到市場上面的一些資產 把它回收回來 回收某種程度呢 他也在回收資金 連這個全球最大的避險基金 這個橋水基金的這個打理歐 他都說 一旦真的是股票 真的要升息的時候 一定會重創所謂的泡沫型的科技股 那泡沫型的科技股 我們看到最近一段時間 過去幾年的時候我們前幾天 蘋果不是才剛創下的這個市值 三兆美金的這個里程碑嗎 那所以呢 他算不算是估值高 當然啦 因為你錢很多 本益比可以拉高 本益比拉高的時候 估值他當然會被拉高 因為他的成長性比較高 但是一旦你聯準會在升息的 在收縮資金的時候 他可能會導致什麼 會導致的現象是 他的本益比有下調的危險 所以你看包括像蘋果 蘋果剛創下的這個 三兆美金的這個市值之後 最近股市也在回調 包括說像臉書 臉書你看他 即使是說他要這個轉型 把改名成META的時候 其實股價也沒有好轉 甚至你看連Google Google最近的跌幅 你看這個跌幅也是相對比較重一點點 甚至連亞馬遜 過去在整個科技股相當好的時候 亞馬遜絕對是零檔 可是你看到最近從 因為從去年12月到目前為止 升息的腳步啟動之後 可能啟動之後 你看他的股價就一直往下跌 甚至你看連微軟也是一樣 微軟他目前是全世界市值第二的公司 但是你看 他股價也是往下回調 那反而是Intel Intel反而是最近有一點上漲 那主要原因當然是說 他要放棄過去他可能 沒有跟台積電靠攏的狀況 他想要往台積電去靠攏 甚至你看連NVIDIA 這個過去一年 這個目前的這個半導體的龍頭廠商 其實表現也沒有很好 所以你可以看 其實在這個大氛圍之下 大家如果留意到這個未來升息的時候 科技股會有壓力 但是金融股可能相對而言 會有一些投資價值 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目前的這個通膨的壓力 到底有多嚴重 我們可以看到 除了美國公布的數據之外 連歐洲公布的數據都是如此 歐洲目前的這個上 公布的12月的這個通膨率是5% 創下了這個歷史的這個新 單月的這個新高 那歐洲央行顯然也有可能要升息的這個壓力 那除了這個之外 大家知道最近通膨率最慘的就是土耳其 土耳其的話 上個月的通膨率已經高達36% 他們就說 一個月前呢 我買這個2.5公斤的馬鈴薯 只要10里啦 現在居然要20里啦 也就短短的時間裡面漲了一倍 那根據他們的這個數字來說的話 食品在一個月漲了43% 然後這個交通在一個月漲了53% 所以等於是 他這個通膨的壓力 是籠罩在全球各地的一個狀況 甚至現在更糟糕是什麼 塞港問題目前還沒有解決 那你塞港問題再下去的話 塞港就會使得食品通膨更惡化 對 那甚至是說 因為你塞港的關係 最近期剛好在談這個長約 因為每年的年初都在談這個貨運的長約 那因為你塞港 因為貨櫃不足 所以你又調漲這個價格 調漲價格當然就會形成一個 這個所謂滾雪球的效應 所以你看其實對台灣有沒有影響 如果你最近去麥當勞 或是說最近去這個摩斯漢堡 你已經發現到很多部分薯條 因為貨沒有到已經沒有了 甚至因為最近呢 奶油也在漲價 所以搞不好呢 過年之後 我們要面臨到另外一個壓力是 麵包也可能要漲價